大家好 大家先來關心民鄉鄉的消息 各位觀民鄉六郊集中拼圖改建 官長在法官聽出營建宿南區港領處睡眠後 李鄉親雅基盤規委員中南入大鳥及翁來的地坑議上 對此今天睡眠會的重點也在討論六郊的行蹤議上 最後 決定中一代期再加上LED的提供變化 來搭乎民鄉六郊 讓他身為鼓勇官公代表的議上 內政部營建宿南區港領處在工藝館政府基盤 民鄉六郊改建港領委員設計 以及鑑作委特庫務卓業幹部睡眠會 由營建宿南區港領處處長五歲安主持 官長在法官 民進黨設立委丹明文 以及都命地鄉鄉親參加 睡眠會主要討論民鄉六郊未來改建的交情 時間當中維持環遊車流順序 以及安全性維修業科領 可保替路正常英文 重點還是在討論之一的橋形 現在大家有意見是翁來 民鄉打貓 都用鳥做造型 其實打貓的意思不是鳥 是打貓色的意思 所以那個東西用貓來做這個造型 事實上不是很符合地名 所以我們還是後來建議就是 今天的重點還是回歸到一個比較大氣一點的 一個擬有聲勢的橋形架構 因為必須要半半施工 因為交通流量太大了 半半施工只能唯一挑選的是擬有聲勢的拱橋 然後我們希望它用大氣一點 比較抽象的一個藝術的造型 再加上LED的燈光的變化來變成一個 都會有一個中心的地標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做完之後會變成 我們民用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地標 電話官表示 郊牛市造的工廳 因為交通流量太大 因此改建工廳將選擇半半時間的方式 一半市造一半通行 平台 湖城的更強行業設計 平台加上LED燈光變化 搭乎民鄉六郊成為鼓勇地坑特色的地標 最近新聞 中南新 嘉義官 蔡宏博登